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收集了很多新的球鞋 我太难的瞬间 每天都在感叹我太难了 对对对 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 然后有很多事情 最大的责任我觉得源自于 怎么样去让这件事情 让我们的店 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然后真正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的每一位合伙人都非常非常的棒 对 其实没有他们几个人的配合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得成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的 那个化学反应非常好 就是有这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团队的氛围 那其实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做事就不觉得辛苦 觉得非常的有这个热情 所以大家都是 你知道它已经不像是一个真人秀 大家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它是很少很少秀的成分 是非常真实 也没有任何的剧本 或什么的安排 那在情况下 我们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团队 然后大家非常的 大家的友情也非常好 然后大家一起 就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东京 把这个店做好 把郭超带到 让很多人知道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吧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棒 对 首先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 每个人都非常努力 我觉得这份努力 大家通过节目是能够看到的 对我觉得这是 这个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 都需要去认真对待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 这极强的信念感 以及非常大的热爱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不像是一个节目 还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体验 对所以我觉得 一一说的话 其实就韦伯我觉得 他是非常能够吃苦的 他是非常的 会照顾大家的 对然后呢 BABY呢是非常非常的会会销售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会我们店 就是拿到更好的业绩 然后然后他也是非常会 也是很会照顾人 然后也是 什么事情都吃苦耐劳很配合 对然后呢 麦麦是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 一个妹妹 我觉得他是就是 嗯 其实也是 他也是 他也是第一次出国 然后也是第一次录 真人秀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真实 就是很 就大家看完之后 我觉得谁都会喜欢那麦的 对 他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 什么事情他都 他都会愿意去 去努力 去把它做好 对 那福克斯其实这次也是 还让我印象也是挺颠覆的 对 他也是一个 很会照顾大家 也会 也会 有自己的一些 推销的方法 对 然后他自己也是 我觉得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嘛 大家都非常的去 Enjoy 这个 这个整个开店的 这个这一段时间 对所以很真实啊 很开心 啊 其实感动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就是 最有趣啊 我觉得每天都很有趣 真的 那大家看每一期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 非常非常好玩 因为确实是 你知道团队就是 你那个 团队那种 氛围 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感觉到了 就是那种感觉对了 就做什麽事情 大家都觉得是 是OK的 所以我们就是 这样一个团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个 难得一遇的这样的一种 一个团队 对 并不是每一个 不管正式生活中 还是节目也好 都能够遇到一帮 这么 志同道合聊来的朋友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每天都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 那感动的事情也很多 就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经常 当然这个无法在节目中 完全体现这个 时间的这个流逝 但其实我们经常是 会从早忙到晚 然后是非常非常晚 而且我们一天 可能就是吃一个早餐 然后中间什么都不吃了 一直到晚上可能 八九点 或者甚至十点 十一点的时候都会有 才吃第二餐晚餐 对 所以就其实大家一起 努力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打动 打动人的 对 他非常的让我觉得 非常感动 就是很开心 有这么一帮朋友 跟我一起 就大家一起去 把这件事情这么认真的 去对他 这么认真的去把它 想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它是我生命中 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对 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那其实也不是说 自己多么的懂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热爱吧 对 我自己当然也 未来也希望自己的潮牌 所以我觉得 潮流是一件 还是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所以挺小的时候 就会大概有这种 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 哎呦我好像穿的帅脸 上去学校 你知道就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真正开始 更加的去 去 比较专注跟了解 应该是 18岁以后吧 有有 其实我觉得潮流文化跟音乐 是一个 互相 就是相互相成的一个关系 对 因为其实音乐中 就包括现在 其实黑人文化 这个说唱音乐啊 它都跟这个潮流文化 是非常紧密连接的 那其实大家都会去 关注这些 rapper穿什么呀 国外的 或者他们的MV里面 是怎么样的 去一些穿搭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音乐跟潮流文化 都是一起 在就是并进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两个都是 不可缺少的部分 对